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我们再说一次 温球 好 之前已经有条片讲过一些温球的基本用力的原理 或者温球的保护 今天我们讲手法 射球 有射球的手法 全球 全球的手法 温球 你觉得有没有手法呢 基本上都没什么人讲过 记住 温球更加需要手法 第一样东西 温球 上次讲过用爪 爪去温球 怎么用呢 首先第一样东西 放个扑到地上 OK 把整个手抹闊 放上去 放松就可以了 OK 然后 谷起五个手指头 OK 试一下用爪上来 手不够大不要紧 我要你不是真的爪上来 你只要拿上来 这个 就是你爪着那波的一个手法 OK 我们 其实 基本上就是 hold住这个爪 去温球 而且 温球是怎样呢 缩手 吸上去 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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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温球 这个动作 不是只是拍下去的 如果你想温球叹 你的重点不是放下去拍下去 你的重点是要放在吸上来 第一件事 power 落 然后上来 球 必然弹上来 如果你的球的力量不够 你就这样摸 放松一下 整个手摸 OK 那你呢 很难拍到球的 尤其 当有敌人的时候 你更加不用自意过去 因为你根本没力量 明白 第一件事 用爪 棍球 吸上来 吸上来 用力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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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运球最基本的一个动作 明白吗 hold住你的动作 用爪去运球 爪可以控制这个球的乐点 用力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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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动作成身的movement 都可以一起去射力 射力 射力 用力射力 你拍球 就会比较右 和优美 OK 第二 我们拍球的位置 在哪里 脚边 对不对 脚边 好不好呢 你会发觉你拍在脚边 很难用力的 而你也很难吸上来 为什么呢 当你运球在脚边的时候 不要留意前臂 留意你后面上半部分的手臂 当你这一部分 拍在脚边的时候 你这个部位 黏住了身体 你黏住了身体 你会怎样 屈住了 当你屈住了的时候 其实你用不了肩膀力 你可以自己这样试一下 拿着手放在肩膀上 混球 你看你用不了肩膀力 好了 接着试一下 拉阔的手 拉直 100 挖回来一点 70 混球 你会发觉你的肩膀不停在这儿 用力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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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当你在外边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你在外边 你混球的时候 你左手 或者你 off hand 更加多能力 去保护 明白 你这样的话 你可能都可以保护到 这样保护 但是 如果 我们 是可以 有这样的混球 拉开一只手的时候 OK 你整个动作 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时候 我又要召唤阿豪出来了 有请 好了 我召唤阿豪出来了 OK 好了 当我们 防手了 当我们过人的时候 如果我拍这儿的话 OK 我揭起了手 脚在旁边 如果我要过人 对不对 你就永远发觉 你很难过他 因为呢 当你拍这儿的时候 我要过人 你这个手的力量 始终有一半 会撞到对手上 变相是什么呢 你就给了你一半的力量 这个对手 你很难过到他 召唤了 当我拍球在外边的时候 你见他呢 其实呢 更难捉住我 因为你整个动作不同 对不对 拉开了之后 我动的范围和角度 我大了很多 坐下也快了很多 而且当你拉闯手的时候 对不对 整个动作不同 大很多 你的范围应该大很多 你不光是可以向前 因为你看看你的手 叠住的时候 你的手的运动 只能向前 向到横 今天开始 戒了 拍球 在脚边 拉着手 70% 用肩膀整个手 给他运球 用力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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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阿豪 特别我个人的时候 有些很多人 说想学那些 同手同脚上篮 现在第一件事 你运球 一定要 拉开手 OK 用右手 用右脚跳起 就会长 明白 因为 我们就是可以 拉开手 运球 运球 上 OK 就是这样运球 就直接放上去 OK 你如果想上 一些比较 初级 打过这么久的 有时候手蓝 经常会炒的 你不如试试 拉开手 因为当你拉开手的时候 你就更加容易 下手跌回 1 2 你就更容易上篮 如果 你拍在脚旁边 上半臂 黏住在身体里 你很难拿回 就算拿回 你看到你也是这样拿 跟下手 差多远 但如果我是这样拍呢 我是这样拿着球 然后打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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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记住 运球是一个缩手的动作 用力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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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指控制球的落点 手指控制球的落点 力量 肩头 身体 肩头 身体 明白 手指控制球的落点 你就更容易去控制球 明白 例如这样逼人 OK 哦 进来 OK 好了 回去 慢慢练习 运球 你如果想练你不熟的那只手 第一样东西 先练熟的那只手 先练熟了 练熟了 明白 什么叫用力射力 什么叫缩手运球 什么叫拉开那只手 有70% 练好之后 你的左手 也有同样的概念练回 你自然能做到 好吗 一个混球的基本手法 OK 下次我们教Cross Over OK 好 今天 完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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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